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Won 歡迎回到 上司末日 魔主生存 上一回Won就是 打造了一個圖書管理員交易所 並且經過上集之後 WonWon又把這邊進行了巨大的改造 再正式跟各位聊聊我們今天要幹嘛前 WonWon先來帶大家好好參觀一下 首先同樣的為了防止村民去生殭屍幹掉這些村民 Won不是有用羊毛地毯來進行生怪壓制嗎 除了普通的白色羊毛地毯外 煉鐵工廠這邊Won用深灰色的代表重金屬的 來讓這邊看起來不那麼單調 而圖書館這邊呢對應這些圖書館的圓 頭上紅紅的書本 WonWon做了一個紅紅的大地毯 有一股圖書館莊嚴的感覺 但在做好生怪壓制前 我們有一個 鋒利五附魔書的村民被幹掉了 WonWon超難過 WonWon就多弄出了兩隻村民來 分別有 我們現在有 幸運山附魔書的村民 只要21塊錢 跟很少資刃山的村民28塊錢 並且WonWon有稍微花了點小錢 協助這些圖書管理員 進行等級的上升 之前這個深海漫遊山的圖書管理員啊 他現在會賣 效力五的附魔書 運氣也太好了吧 該有的附魔全都有啦 WonWon就私下花了點時間 把我身上的裝備全都敲上了頂級的附魔 背包內的輔助道具也一樣 該敲上什麼絕對不放過 我們現在也有幸運山的十字搞高了 交通的方面 我們之前不是有在工廠區打造了一個 空橋通路能直達我們的農場區嗎 圖書館這邊相隔一層樓 也打造了一個完全相同的空橋通路 能夠直達汪汪的住所 在摸摸傳送時被傳送到工廠區 我們的三樓跟五樓之間 就有一個快速通道了 私下的改造大概就這些 並且並且汪汪還想聊些其他的事情 那就是在汪汪打造邪惡帝國的這段時間 小白跟光虎已經挑戰完終界龍了 並且在小白光虎挑戰完終界龍的那一集 小白哀怨到 啊...好想要經驗評啊 啊...好想要經驗修補書啊 小白有需要我們當然有求併應 我們來看看告示牌 就在上一集我們才提到的環債項目 每100讚給小白一本的經驗修補書 大家湊滿了1500讚 所以我們來給小白15本 15本算什麼東西有夠的少 汪汪有這麼的多多 除了修補書外 小白想要的經驗評 雖然我們沒有開贊助要求 但只要小白想要 我們就來順便準備一下 就來掏出汪汪 超大量的綠寶石 找到神職人員來跟他們購買些許的經驗評 再順便買些青金石 青金石能在我們這個系列做很多酷酷的事情喔 我們就先來看向合成台 合成青金磚 用青金石把背包包起來 再用青金磚做大家顧 我們就獲得青金石背包囉 能力是 好像可以獲得比較多的戰鬥經驗值嗎 汪不是很確定 帶著這個青金背包摸摸傳送石背 直接傳送到小白家 找個好位置 就在我們之前這金背包的旁邊 放向我們的青金石背包裡面的內容物 大概長這樣 15本的經驗修補書 以及一整組的經驗評 留下一張紙條寫道 我知道你超想要這個 by汪汪 又提到了背包 汪汪就在想阿 我們上集不是用了一種很特殊的方式 獲得了玉嘴錠 並且玉嘴錠 也可以來製作 玉嘴背包喔 防禦力比鑽石背包更加的高高 增加了4點的護甲值 因此還請各位留給汪汪這部影片 超過2000讚的喜歡 我們現在有5個玉嘴錠 要製作玉嘴背包 需要10個玉嘴錠 外加6個玉嘴碎片 你們給汪汪超過2000讚的喜歡 汪汪就花點時間 來參賽出那個玉嘴背包來 讓我的防禦力變得更加的誇張喔 好勒 汪汪的心事已了 正式來跟各位聊聊 汪汪今天這集想幹嘛 打開我們的背包久違 看看煉物煉錠 看看旁邊的三角形 點選討伐之路 可以看到這邊有幾個齒輪的生怪蛋 滑上去看起來都是一些 我們在路邊常見到的 強力型態殭屍 並且我們之前不是有看到這個粉碎者 就是那個好壯壯打他會掉 超級多金屬的殭屍 汪汪從作者那邊得知一個消息就是 我們似乎只要殺死他5次 系統就會自動給我們50塊火藥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之前打這個好壯壯殭屍 甚至會突然糯明多那麼多火藥來 汪汪就想說我們上集做好了經驗修補書 把我們的生怪磚資料附上經驗修補的附魔 他可以無限使用了 我們只要再獲得一個粉碎者生怪蛋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無限複製火藥了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 而粉碎者生怪蛋的獲取途徑呢 我們先久違來到阿白白的救助所 跟各位講個小秘密 那就是啊 汪汪在整理小光還有李光家的時候 其實呢有看到一個酷東西 我們看看他的掉落物香香 裡面有粉碎者生怪蛋 我們就來跟小光他們借一下 等等就還 有了生怪磚 有了生怪蛋 接著就是選擇地點的部分 那考量到粉碎者他的高度很高 我們應該會需要個4個高的空間來進行生怪 所以我們來去其他大樓開發一下吧 汪汪覺得那棟大樓看起來高度大小適中 立刻來場看看 這邊沒層樓的高度也是三格高 但如果再把上面或下面打通的話 應該高度就足夠了 再外加上把這邊的牆壁給堆起來 讓這邊變成暗暗的密閉空間 剛好這邊也正好是牆壁 我們可以少堆一格的空間 我們就來好好開發一下 回到汪汪工廠區 掏出汪汪大量的鐵 再來看向合成台 分解鐵 定 再堆回鐵磚 中間拿到變成鐵板塊 合成超級多 回來看看這玻璃被敲掉的可憐牆壁 我們來幫他通通堆起來 堆完之後看起來大概像這樣 連水族箱的後面也不放過 樓上的部分也是給他 通通都給填滿滿 接著就是高度的部分 我們來利用連鎖挖礦 給他挖出一個大空間 喔不 喔不 他殺眼長得不一樣 挖出了 呃好好 我就慢慢挖吧 反正我挖得很快 依照汪汪的喜好拓了五格寬 並且一樓原本三格高 被汪汪壓縮成兩格 這樣粉碎者太高他過不來 我們可以再在這邊默默的砍死他們 不會受到勾擊 接著放入我們的生怪磚 再利用生怪磚之藥 汪汪看 我們的數量正常 讓他速入生產快一點好了 每一台都弄一樣的措施 一切準備就緒 放入毀滅者生怪彈 準備來刷怪 好的 我們來看看他會不會 喔他整出來了 唉唷有有有有有 我們站在這邊 他攻擊不到我們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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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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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他叼出了一個 他又叼了一個毀滅者的生怪彈了 太棒了 那汪就是想辦法慢慢的揍死他們 但是汪會覺得 呃我的攻擊力要揍死他們好像 好像olan焦點有點慢 我們可能需要更強一點的火力 呦 天哪 噢天啊 把它吸起來試試看 喔好多喔 還有獄髓劍 為了提升火力 汪汪再度回到工廠區 再度看看我們的還債項目 每100站我們要來給我們的爆擊點數 多增加個2% 並且滿1500站我們要來玩 槍枝配件的桿裝 根據各位的戰術要求 我們爆擊率可以來提升48%了 以及我們可以正式來接觸 槍枝配件的改裝 來看看我們這把常用的散彈槍 它只能再多裝一個鏡頭 那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AA12 散彈步槍 喔 它能改裝很多很多的槍枝配件耶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改裝桌 來瞧一瞧 我們有什麼配件可以玩 配件需要的材料 包括了鐵錠玻璃片 還有紅石塊 除此之外還有皮革 看起來就是這4種材料了呢 我們就先來準備準備 汪汪分解複製出來的鐵錨 除了巨量的鐵之外 還有超級海量的紅石 我們上一集弄出了圖書管理員升級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買大量的玻璃 再把玻璃合成成大量玻璃片 離開圖書館回到汪汪主臥室 噢不能堆疊喔 那做一個就好了 改裝配件 整盾完畢 並且汪汪又多做了個紅石小背包 把我們的配件通通裝載了進去 所有的配件看起來大概有這麼多種 一共24種 並且考量到我們是散彈槍應該不需要裝瞄準鏡 我們就看看下面這第三排好了 找個好角落 套出我們的AA12突擊步槍 並且利用這牆壁記錄一下 我們這AA12步槍 超級大的十字準星 希望改裝之後 它的準星能變得稍微小一點 汪汪原本以為這首發精準度13%很厲害 結果我錯了 那不如我們來裝這個退制器 可以來減少我們這把AA12的後座力 我既把這把後座力超級的強 接著是槍托的部分 槍托應該就是屁股的這位置 這把好像不能進行槍托的改裝 所以我們應該就只能再看看 前面手把的部分 注意好這角落喔 可以裝在這邊 以及可以裝在這個 喔有兩種不同的款式 先來瞧瞧 完全沒有改裝時的後座力如何 喔 頭大概抬了這麼高 這回試試加個退制器 還有三角握把之後的後座力 呃好像還是有點抬 但是 呃有有降低嗎 汪也不是很確定 啊不如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垂直握把好了 嗯 我不知道我感覺垂直握把比較好耶 大家怎麼看 題外話一下 為了讓汪汪的瞄準界面 看起來算一點 汪汪裝了這一顆 大概就這樣 再來增加我們的爆擊%數 要一路增加到98% 差2%就100% 沒關係 我們先加到98% 要看的話是要看 近戰跟遠程傷害這邊都是50% 我們就 嘗試加加加看 先加個10點左右 結果十分蠢蠢的 汪汪的技能點數還沒點到98% 所以所以 汪汪必須 再去找一下 那個酷酷的 白骨精姊姊姊 他 就在這邊 汪汪一路把等級 練到了270等 才終於 把我們的爆擊率 練到89% 加了這麼多的幸運點數 哇哦 我怎麼會開這個戰術要求 我有病吧我 那我們就來 嘗試看看 嗯 我這樣子尻下去的話 哇哦感覺 他他有 他有尖刺效果耶 哦感覺傷害還是 不什麼的高高 而且 他的掉落物是不是變更多啦 是不是 我剛剛掉落物一噴出來 我覺得 我好像卡了一下 是因為 我的幸運點數太多 掉落物太多了嗎 我看一下 他是掉了多少東西 哇 我才打兩隻又掉這麼多東西哦 這跟幸運有關嗎 嗯 嗯 嗯那那那我覺得 我們再試試看 AA12突擊散彈槍槍好了 秒左恩 我的背包會現在被塞到爆 天啊 往往把剛剛那些稍微清理掉了 並且我覺得我的遊戲體驗變值了 來給各位看看剛剛打掉那些我們大概獲得了什麼東西 WOW 好多的鐵磚生產教育比我的鐵軌複製器還好 跟好多好多的暗影錠 啊對 暗影錠是可以變成暗影方塊的 所以還算好收納 還有暗影合金跟太坦錠 並不然變成方塊一點都不好收納 已經塞爆倉了 太坦合金 火藥只有這麼一些些 那我往想說是不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我的幸運點數增加了 所以我的那個掉落物也變多了 所以我們來稍微打個苦力趴試試看 喔5個 有5個欸 唉唷好痛喔 10個10個有沒有更多 14個 WOW 我們繼續打我們繼續打我們繼續打 好像好像沒有太多欸 就就就這麼一點點 我太難過了 好吧 最後評測結果 單純是這個傢伙 他的掉落物 血太多血壞了 汪汪就來 把他們幹掉獲得火藥之後 把他們的掉落物通通燒掉掉 以免伺服器Lag 那今天這集汪汪就是 嘗試利用解模組任務的方式 獲得了好多好多的火藥 但是還有更多更多的鐵 以及模組的礦物 等待我丟去垃圾桶實在太多了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六眼塑 我愛無限子彈術 感謝各位收看 嘖嘖嘖嘖嘖嘖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嗯哈哈哈 跟大家說個有趣的故事喔 兩套外骨骼機械套裝